在上海这个城市 国风音乐能量程度比较高 开放性文化多元性都很强 上海这座城市很神奇 现代色彩 现代气息 都会让我们感受到 生生不息的这样一种感觉 公商管理这个团队成立于2021年的9月 是以95后为主体的一个这一世代的年轻的国风音乐团队 大本营在上海 这个城市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它把好多性格不同的人汇聚到了一起 它又把这些人汇聚到了我的身边 我来上海十番鸟 希望在上海扎根下能站得更稳 努力地去拼搏 让更多人的喜欢上 民族的音乐 这个城市已经变成我第二个家了 街舞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跟古琴完全不搭接 我就想要反识到二斤的持续 看看能不能有点突破 从多伦多到上海 感觉到上海的开放性、文化多元性都很强 决定在上海从事古琴这个行业 我属于那种想到一件事情我就要去做 挺喜欢这种带有挑战的 然后我去打败这个挑战 在上海是有很多学音乐的 都是国内的名校 来到音乐学院之后 发现每个人好像都有个特长 牌都挺强的 竞争还蛮激烈的 我印象很深 演艺的时候那次比赛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主题邀请赛 参加的那些人 都是我们失盟的那些高手们 因为我知道他们真的很强 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要再疯狂地 再加时间再继续多练 我才有可能超过他们 儿子 上海的包容性兼容性都非常强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让生长在这里的孩子们感受到深深不息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了 我希望在上海创办一个古真学校 有点这个份儿了 看着我的孩子们敢在古真上表达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个时刻我特别开心 舞台对我来说 它就是我用来传递音乐的 我就是希望明月遍地开花 自己从一个学生的身份开始蛻变 变成一个这个文化的传播者 哪怕我只是很小的一个 国风音乐在上海龙大程度比较高 想要被大众更熟知 需要去不断地创新 这时代我觉得可以是激情热烈和多元 当你手放到琴弦上开始弹的时候 我只是感受到了纯粹的快乐 纯粹的喜欢 就是随着你自己的心之所向去做一件事情吧 每一个曲子的结束 每一个音符的终止 观众抱以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 对于我们来说 是最高光的时刻 通过上海这个国际化的都市 就是让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好 民乐也好 把它带入到一个新的世界去